好,現在請民進黨團開始執行 來,開始了,請歡迎 好,來,請歡迎 好,謝謝議長,議長早 韓市長、市府的集數所長 我們的媒體市民朋友 各位議員同仁,大家早安 我想首先恭喜我們韓市長 能夠當選本屆高雄市長 再次的恭喜 那我想民進黨團25席議員 未來一定憑著 造野黨理性監督,強力的監督 那我們也期待韓市長 能夠兌現 顯前顯後的政見 我們民進黨團 一定會做好監督市政的工作 那我們也期待韓市長 你說到,做到,好不好 那我們請市長給我們簡單的打呼一下 謝謝韓總召,各位民進黨的議員好朋友 各位議員女士先生 市府團隊 我本人在競選過程所承諾的政見 我一定會努力以赴 我們市府團隊會全力衝刺 另外非常感謝各位把心胸打開來 在理性監督之下 市政府團隊一定誠懇謙虛的接受 各位民進黨團的指導意見 請放心 那我們希望即使政黨不同 我們愛高雄的心是一樣的 我們一起來團結努力 讓高雄變得更好 非常感謝各位民進黨團 對我的指導 非常感謝 好,另外一個議題 我們再次的請教韓市長 你對九二共識個人的一個前世跟見解 請我們市長打呼一下 來,市長打呼了 這議會第一題就問得這麼硬 這一題問題是我們國家中華民國最重要的大事 要問我個人的意見 就有很多豐富的或者不一樣的 但是不管怎麼樣 我感覺現在對整個國家 台澎金馬 以及對高雄市的未來 以及對兩岸和平的發展 九二共識是最重要的 一根定海神針 穩定的兩岸發展的關係 穩定的台澎金馬 所以現階段 過去這三十多年來 九二共識 能夠讓兩岸之間 大家 能夠在兩個體制之下 我們台澎金馬 在中華民國 這樣的一個狀態之下 體制之下 維持一個穩定的交流發展 非常重要 至關重要 所以我大概跟各位黨團的答覆 我們請問一下韓市長 你在選舉前有說 我們要競技一百分 政治要零分 但是第一句話 你告訴我 但是你當選之後 立即有承認九二共識 這個問題 問題點就很大了 因為在選舉前 你不敢不拋出這個議題 如果韓市長 你敢在選舉前 拋出我承認九二共識 這個議題 我跟你講 在台灣你選舉 你最起碼 會減30%的選票 這我是說這樣做參考 但是為什麼 我們把這個問題提出來 這是一個主權的問題 這個是未來台灣 面對很多的問題 我們要解決的 包括你說的 你也當過立法委員 韓市長以前當過立法委員 也審過中央的預算 在審查中央的預算 我們有沒有送到北京去審 我們也沒有送到北京去審 為什麼要承認九二共識 這是我們民進黨團 我們的一些整體的看法 希望我們的市長 能夠去深深來做一個檢討 因為第一張票 我感覺是市長 你第一張票你說經濟一百分 政治零分 你已經把政治變成三百分 經濟還在一百分 在我們的監督之下 希望你說的 我們政治零分 我們可以去接受 我們為了台灣 要怎麼去發展 我們都有期待 對你們剛才介紹的新的團隊 我們覺得是有一個煩然一新的感覺 那我們也希望說 讓高雄市民能看得到 大家難力共同推動的 我們未來台灣是很有進步的 所以你剛才說 我剛才問的問題 包括立法年 我們也沒有送到北京去審查預算 我們為什麼要承認我們九二共識 兩個過去的人 二十世紀兩個過去的人 不要再影響二十一世紀 我們台灣的未來的發展 好不好 謝謝 謝謝 謝謝議員 指導 我選舉前講的經濟一百分 政治零分 我跟大家報告 在市政建設上 請放心 我一定秉持這個原則 事實上各位看我 就任二十多天來 一直跟市府團隊 所有市政府的員工都講 讓我們熱情 讓我們不分彼此 讓我們一定要一心一味市民打拼 你看我講 從來沒有騙你這個 我也沒有成立一個什麼 調查小組 針對什麼 都沒有 就是希望 大家是一家人 好好為高雄市民來打拼 這是第一個 跟大家報告 我一定會秉持這個 第二個針對九二共識 一個最正式的打法 我跟大家報告 我是選舉之前 就公開的 不是酸耍廖腰 在那耍滑頭 沒有 投票前五天 我就正式公開 在媒體面前 我承認九二共識 我沒有騙 我沒有說錯 謝謝市長 我們繼續黨團的質詢 市長在選前 你有就公開承認九二共識 選後 酸人你也有再說 所以在這裡 黨團要很正式的 來請教韓市長 你所謂 你所主張的九二共識 你的具體的內容是什麼 市長所主張的九二共識 你所謂 你說這是電海神針 這是很重要 你的具體內容是什麼 是不是市長可以 你技術 聽到這裡 跟所有 各用市民 現在全國 大家也都在關注 市長所主張 你的九二共識 你的具體內容是什麼 請市長回答 市長 以及我所屬的政黨 國民黨中央的 黨中央的立場 是一致的 這個九二共識 我是九二共識的 堅定的支持者 這樣一來 貨才能賣得出去 人才能進得來高雄 兩岸才能有一個 和平的發展 那意識形態 在這裡 跟民黨黨團 以及全國民眾 高雄市民做一個 很清楚的表示 我是一個堅定的支持者 學期之前 我就沒說八十 我知道市長是堅定的 九二共識支持者 但是在這個 習近平 還沒有公開來定調 九二共識之前 國民黨 可以在九二共識 還有模糊空間 但是在習五條之後 我想市長也知道 習五條的內容 習近平的定調 北京的定調 九二共識 並沒有存在 九二共識 也沒有各表空間 只有一中原則 跟一國兩制 一中原則跟一國兩制 八個字 所以在這種北京 已經定調的情況下 請教市長 你還要堅持 九二共識嗎 何況九二共識 在你們國民黨的蘇起 那個時候就承認說 他是自己偽造的 包括當時 孤王會談的主角 孤政府 已故的孤政府先生 他也說那時候 就沒有共識 並沒有達成 各表的共識 包括像李前總統 他也有公開信有講 沒有九二共識 所以今天這個時候 可以用一個不存在的 嫁的東西 來欺騙台灣社會 今天就是中國 他已經講了 他們沒有各表的空間 即使中華民國 也沒有各表空間 所以市長口中 念之在之 中華民國 破腰賣得出去 人要進來 北京已經說 是一國兩制 一中原則 請問市長 你這種一中原則 一國兩制的九二共識 你還要不要接受 請市長回答 謝謝 市長回答 跟陳議員報告 跟民進黨黨團報告 這個問題 實在是太重要了 今天第一天 各位就提出來 我們產生的九二共識 並不是一國兩制 我們先把這個問題 一定要講清楚 那現在憲法 是放在這裡的 所以我一直強調 這是讓我們兩千三百萬人 大家能夠在這樣的一個架構 九二共識之下 我們好好的生存發展 充經濟 培養我們的下一代 請教市長 憲法裡面哪一條 規定一國兩制 請教市長 在憲法哪一條 有規定一國兩制 沒有 沒有啊 你剛剛說你根據憲法 我們根據憲法 現在是中華民國 目前我們自決的台澎金馬 這個非常清楚 對 中華民國 所以跟中華人民共和國 這樣應該是一邊一國 這樣應該是兩岸兩國 那不是 我們要請教市長是說 當然我們知道你是九二共識 堅定的支持者 這也是國民黨的主張 這都我們都知道 但現在要請教市長是說 你說主張的九二共識 是什麼的內涵 你像蔡文總統他有講 他不能接受一中原則 不能接受一國兩制 他主張台灣共識 習近平有講 他就是要一中 他就是要一國兩制 他就是要統一 那韓市長你說九二共識 但是你的東西 是什麼你要說出來 讓大家了解 不然這樣欺騙台灣社會 而且我們會擔心說 再你來當高雄市長 推動高雄市政 是不是會去犧牲 台灣國家主管我們的利益 我們的國家安全 就是說 有九二面報已經嚴重了 那如果我們又出現九二市長 中國台灣的高雄市長 這個大家會擔心 所以是提出我們的疑慮 麥克風打開 來那個麥克風 麥克風打開 那個韓市長你請坐 好 剛剛本席也聽到了 我們民進黨團也聽到 高雄市民也聽到 你剛才的大附近 這個議員的九二共識 這個東西 我們聽起來是 人進來 豁出去 這樣就賺大錢 但是這個觀念 市長 我很欣賞在哪裡 你是會很乾脆 很乾脆的人 所以我欣賞你這點 所以我希望你未來也是 乾脆 所以你這點 我暗心暗幽 為高雄市民很暗幽 為什麼 你的思維裡面 高雄市長的思維 若是所有高雄的產經 要靠到市政 會到 難道你沒有南向政策 你又走向世界過國 所以 我們聽起來 你會說我 我沒辦法接受 因為習近平講得很清楚 沒有讓你模糊的空間了 好 接下來下一個 市長 我 在你選舉報到 董山廖後 你開了很多 我這11點 如果沒有寫就 會算你走過 我寫在這裡 你能看就好 市長 民進黨團 很合理 也很包容 來 讓你選舉 你跟我說對做不夠 你做不夠 我都不用跟你質順 來你再報一下市長 市長 這11點你跟我說 我不用跟你質順 浪費時間 快點來 這10點你對做不夠 你沒說投資做得夠 你都做得夠 拜託你也不會減少 好不好 來你講一下 請坐 來市長 市長 我給你機會 我們坦白重寬 好不好 來 你講一下 快點 謝謝李議員 我也很乾脆 麻煩你講一下稍慢 你講 這樣你要訓練 我告訴你 我們南臺灣高雄的人 聽我 是我們這種議員的問題 我知道 我聽有 你說的 市長 我跟各位黨團報告 跟各位議會女士先生報告 這任務 是上面所寫的 你跟我說八戒做得夠 做不夠好 這是短中長 有的是提出一個宣誓性 有的是弱實性非常高 沒有你實在 你四年 這樣啦 我告訴市長 你四年 你不可以把後面 有可能別人會做 當然你也有可能 連任你做得好連任 如果不一定 我國務協議不接受 那後面 六年十年都別人的 你都開開 你這四年你做得夠 做不夠 你快說 北航陸坪 陸坪做得夠 沒有你說做不夠就好 市長你做不夠先說 做不夠 做不夠要兩個條件 就是 你說快點 來 四年做不夠 你這政見四 全部你講一下 你先 高雄人要坦白的市長 你說你就是 這樣水鬼 人才會貪心 來你說 你們這些議員 沒有啦 會議長 我時間議員 你要給我10分鐘 你還要做的 你也知道他做不夠 你說啦 我說我給他貪心 好 市長明確表態 四年做不到的哪一項 你說 給你機會 我覺得 陸坪 沒有問題 全力以赴 愛情產業力 做不到的啦 做不到會比較漫長 或者需要周邊配樂 不是啊 四方四方做不夠的 你快說 君子一諾千金喔 你現在知道 四方做不夠 所有這幾個 十一個是你選舉前說的 好來 市長你請坐 你不敢說 來去請坐 我敢說 請說 以高雄市政府本身 就可以做 有的是要中央配合 沒有啦 你四年啦 你不要再給我講那個時間 我知道你開始 你很沒 市長我很多 十一個是你之前 選舉之前的政見 你不說 我就要請你坐下來 請坐 請坐 來 好 好 那麼我現在 接下來開始 市長你講過 我 十年五百萬人靠 沒關係 給你配管 你做四年 後面不一定是你在做 你把你六年 資本都開了 我高雄市 我兩百七十七萬人 你十年 五百萬靠掉 兩百七十七萬 你抱歉 你一年 就要 民靠 行動 高雄市 要二十二萬 二十二萬 你四年就要多少 要九十萬 這樣一年 要給高雄市 行動二十二萬 這你說的 所以 來請你說做得到 做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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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議員 做得到 議員 這為什麼做不到 議員 你做得到嗎 他們不要妄自斐薄 沒有妄自斐薄 這五百萬人 十年一日 那你承認 我們如果高雄 你承認2020年 就是要達到 三百萬了 你承認 承諾 你敢承諾嗎 你這個數字是 你先聽我說完 你敢承諾嗎 那你那個定義 跟我定義稍微 不太一樣 沒有 你的股票 你的股票 你做得到嗎 你做得到嗎 一張做得到 一張做得到 你請坐 來一張 你請坐 你的歡迎齁 這樣就表示做不到 來 用你的九海共識 九海共識 所謂的定海神針齁 來來 戳給我 欸 泡沫 為什麼 以韓市長的口才跟反應 你這樣的 反應 問題就是你做不到 再來 第二點 白票青年 我很認真看你是 剛剛的市政報告 我都支持 你很多東西 我們都會肯定 但是我們任務 有問題 所以我是說 給你有機會嘛 這個你說白票青年 你跟邱軍選議員 在選擇的時候 在空戰 他說7萬 你說30至50萬 OK 僑中 給你轉班 他40萬 說到高雄白票 40萬好不好 這樣40萬 你怎麼知道 你四當 一檔回來多少 白票回來要10萬 白票回來要10萬 你因為這是你開的 然後 我希望你在這裡 承諾做到 我當然希望 但是你要向高雄市民 在議事廳 承諾你的政治的責任 你最高 一檔 我們白票的 高雄白票去年 要回來10萬 我記得 這白票回來 不是在讀書 也不是上去 就是你工作 工作在那兒 因為你說 你說30至50萬 不然你這麼萬一 聽你的 初期以前放拼 因為官方的數字還沒有出來 來 請問 高雄市的高雄北票青年 回來一年 明年2月 主席就報告 回來10萬人 你說做得到嗎 來 請到嗎 議員我告訴你 拜託 你等一下公費 我慢一點 我在考驗你 你這樣歡迎不到 你怎麼做高雄市場 還要比我 說得那麼快 你這樣就回到 我算很有資訊 說得很漂亮 來 你說做得到 做得到 做得到 不要給我浪費時間 我們全力以赴 而且很快就會成立青年局 青年局 我知道 我也支持 但是10萬你做得到嗎 你做得到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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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得到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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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你說過 副市長要下台 你做得到嗎 我們有一個目標 我們最會來打拼 你做得到嗎 你請坐 你請坐 我算了 做得到嗎 好 這樣兩個通通知了 來 接下來 來 我也說得慢了 市長 第三個 開放入資 買房子 市長 我跟你說成功結論 錢進來了 房子變貴了 青年人買不起房子了 你今天的報告內容裡面 寫的叫做 打造高雄 全台守護 我跟你說 我跟你說 你就是打造高雄 最年輕人 最買不起房子的城市 我先跟你說這個結論 市長 高雄市的空屋十萬戶 為什麼年輕人還買不起 這有結構的問題 今天你開放入資 你所有年輕人 都跟你說 這一次的選舉 年輕人都算你 對你有期待 他覺得說 你講得非常非常 有夢 有夢最美 但是市長 開放入資 2002年 內政部就已經規範了 因為開放入資之後 房子一定就炒完 所有包括很多的國家的城市 都是這樣 所以 市長 你有要再開放入資 要出門嗎 來 市長 你回答一下好不好 市長 謝謝議員 曾議員 謝謝你 我那天接受媒體專訪 我的報告 兩岸如果高雄 或出去人進來 越來越蓬勃發展時 要考量高雄市民的感受 這句話很重要 我有聽到 要考量高雄市民的感受 所以 入資這邊開放 一定要緩慢逐步的 如果高雄未來越來越興旺 很多 股票上市公司 來高雄設立分公司 一步一步把人帶來 錢帶來 我們為什麼要拒絕呢 所以這個時候 高雄市民就要考慮了 市長 時間的關係 請問 從經濟理論裡面 很清楚 現場 這麼後人還要買 房價就炒高了 所以說 你剛才說的 你先租住在前面 後面再給你收買 所有 你因為開放入資 你就影響到所有 年輕人居住正義 我先跟你講這個道理 居住正義 你今天明年要成立 青年局 好 我帶你 高雄人 所有 台灣的縣市裡面 你真的想到年輕人 樣子 你第一個開放入資 我跟你再講一個最後結論 就是傷害年輕人最重要 的一個政策 所以說 這個你三思啊 所以你剛剛講這個 你是用配套 講這個也沒用啊 你是中央有跟他做一個協商嗎 內政部早早就規範好了 這是不可行的 因為為什麼要規範 精清策 因為他就是一個炒房的最大的引誘因 市長你要不要再回應一下 這是入資已經開放 是有限制的 所以他並不是我們自己獨創出來 再來 我特別報告 你只要要或不要就好了 議員我跟你報告 青年住房 政府一定要重視 謝謝 我知道台西還說這樣 不可行 我只能講這個結論 所以市長的意思應該是要開放 這些顆氣球應該是不用戳破的意思 是不是 要開放 目前 中央就是有開放 只是額度有限制 條件有限制 所以說 未來如果隨著高雄蓬勃發展 甚至自由經濟貿易區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當大量的人進來的時候 我們高雄起民 就要開始考慮 多替年輕人想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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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長 你在選前提出很多政策 其實用心良苦 為了打一場選戰 賭場 賽馬場 甚至迪士尼 我今天就不問你 我先幫你解套 因為有很多法規 很多客觀因素 是你絕對沒有辦法達成的 提示你的人口數 你說高雄市人口不夠 賭場 有法規規定 但是我今天要請教你 你提出一個老親共住這個議題 你仿向了歐美國家 台灣 又都新北市有在做 但是你所提出的內容 顯然跟人家有些不同 你的內容是怎樣呢 老人家怕什麼 你的這裡面 怕寂寞嘛對不對 那年輕人怕什麼 沒房子住 你就因為這兩點 要用配對的方式 你要讓獨居的老人 把他的空屋 讓出來 然後要沒有房子住的年輕人 可以進到他家 你的配對的因素是什麼 宗教 甚至血腥 甚至生活習慣 你就可以讓他們配對在一起 那在一個專訪裡面 你提到 有誰來配對 你甚至讓里長來配對 OK 那你覺得這是合理的嗎 如果 未來真的你的政策執行 產生了所謂的 謀財害命 社會問題 這個責任 誰來擔當 請問市長 你如何可以肯定 你所配對的年輕人 不會有其他想法 你如何肯定 獨居老人 現在健康的時候 有人來陪他聊聊天 很好嘛對不對 住了半年 一年之後 他會不會生重病 這個年輕人 會不會依照原本的熱誠 繼續陪他聊天 還是會去照顧他 我要在這裡很慎重的告訴你 年輕人的想法 自己老邊 老母就要照顧了 你還要去照顧別人 這是給他一個所謂的 我要拜託市長 這個議題 要替老人家多想想 不要讓高雄市未來 成為全台治安最嚴重的地方 就是因為你隱狼入室 讓一些你沒有辦法判斷他未來走向的人 進入到獨居老人的屋子裡面 所以我看到你的報告裡面 你的賭場 塞馬場提示你都沒有提 我就知道 你應該做不到 對不對 因為你都沒提嘛 但是你要老親共住 我知道 你說你上任之後 第一件事情要做這個 因為這不需要財政 現有的資源你可以來做 但是我現在用這樣的論述來請教市長 如果這個因素你考慮下去之後 你要不要繼續做 請你回覆要不要繼續做 黃議員 這個事情 我們不要想到黑暗面 我們想到光明面 我們想到光明面 好不好 我告訴你 如果你不考慮到這個部分的時候 你就會造成很多的三位問題 這個事情一定可以推動的 為什麼不能推動 這個事情是非常好的 老年人怕寂寞 年輕人怕買不起房子 市長你請坐 這是我的事你請坐 這個議題很好 但是我希望你仿效 歐美國家要學到到位 人家的制度很好 但是你是要現有的房子 叫人家搬進來住 這跟現在歐美所實行 德國所實行的 絕對是截然不同的一個政策 所以我知道你的意思 你要繼續做 那不用做 他要繼續做 但是我要在這裡提出 台灣人的風俗民情 跟未來有可能發生 請你好好思考 你要不要繼續做 做出來或許會有所有 後果你要自己承擔 謝謝 迪士尼的都做不做啊 迪士尼有要做嗎 迪士尼樂園有要做嗎 議員我跟大家報告 我跟各位民進黨黨團議員報告 我一直在爭取 A B C 第一優先 當然是品牌最強的迪士尼 後面還有一些我在接觸 我不方便講 因為洩漏一些商業的問題 我要尊重別人 包括一些賽車 我都有接觸 我最後一句吧 市長可以了 我知道 但是我最後一句話告訴你 高雄市不是實驗室 高雄市民也絕對不是小白老鼠 希望你以後定義制度 政策 深思熟慮 千萬不要把高雄市民 當作小白老鼠來實驗好不好 可以嗎 OK 好 我們接下來一個議題 市長曾經在競選的時候 2018年9月4號說過說 路頻的問題是 道路坑洞問題是 缺乏統一管理 還有驗收有瑕疵的問題 我要問一下市長 你對路頻的定義是什麼 第一個 國際超度指標IRI 未來高雄市的路頻 應該要達到多少的標準 有六個等級 跟市長做說明 機場跑道 新路面 老舊路面等等 有六個等級 市長請回答 來 市長待會 請報告 好 市長 市長現在 因為就技術層面 我特別請我們 沒有關係 我知道 李四川副市長簡單 二要的 好 那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那不用了 好 我再問你一個 適用的道路類別 有七類 快速道路 連外道路 主要道路 園林道路 次要道路 集散道路 以及六米巷的巷道 這些不同 鹿米寬的 這些是不是都適用 未來的路品 這不做得到 這 征詢主席的同意 我們請專案負責最內行的 沒關係 這是一個政策宣示 簡單來報道一下好不好 這是一個政策宣示 政策宣示好不好 各位黨團報道一下 有沒有做到 這是政策宣示 請市長回答 不用其他副市長回答 市長我再問你 跟民黨團報告沒有問題 我們會全力以赴 好 一年之後 1月17號 你當時承諾一年做到 可不可以做到 一年可不可以 全部適用 好 我們現在手上資源有限 我們會先從最迫切的開始 好 最近是做了蛋黃區 但是蛋白區 就原高雄縣 好 我了解了你的意思就是說 明年的1月17號 全高雄市的路面 你也沒有辦法完全達到路平 我照你的意思 好 最後一個問題 你剛剛 你說 你曾經說過 如果1年之後做不好 會有一個副市長要下台 再場有2位副市長 另外還沒有到任 是哪一位副市長做不好要下台 你曾經說過 在9月4號 去年9月4號報紙上有出現過 你說做不好 其中1位副市長下台 因為當時陳其邁是說公務局長要下台 你說副市長要下台 是哪一位副市長要下台 好啦 市長 你不要答覆了 來 市長 我們清楚了 那除了路平的之外 還有剛剛所提到的那個 路支開放的以外 其他看起來 你在言論上也好像是做不到 做不到 來 定海神針 做不到的就給它戳破 對啦 還有我們碰風 好 請市長 在我們沒有戳破的 還有太平島的歐九 歐九 他也自己身體嘛 做不到就這樣 好 那我們希望 我們希望 我們希望 好 時間到了齁 好 時間到了齁 民進黨團 民進黨團的咨詢 非常感謝 民進黨團的咨詢 非常感謝 這是什麼 謝謝 平衡 這你今天也是 請客人 我們早上 要休息一分 才不是 請務黨團結聯盟準備 好 休息十分鐘 再來務黨聯盟準備 休息 好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